这个学渣为了去做女神的舔狗 竟然学起了悬梁刺骨 准备来个魔鬼复读考北大 这忽如其来的变化 让他父母都觉得孩子是不是傻了 要知道三天前 曾经高考不到200分的他 还只是个准备在网发 昏日等死的小网管 可此时 这些家长的哪里懂得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当男孩从朋友手机里 看到自己曾经的女神 竟然出现在北大时 他就决定不再做一个平凡的网管 而是去北大做一个高贵的女神舔狗 但此时的男孩也十分清醒 要是以自己上次高考不过200的水平 最多去北大当的保安 于是 为了能全力以赴 去实现当舔狗终极目标 男孩开始破釜沉舟 他不仅咬着牙 一口咬断了网线 更是狠心把自己最爱的漫画 游戏机全都丢了出去 甚至连他一直珍藏了十多年的岛国老师 也最终没能逃过被丢弃的命运 然而这还没完 为了能跟时间赛跑 男孩不仅像风了一样 把自己吊了起来 没日没夜的做铁 更是连吃饭都不愿吃了 直接拿着大把的核桃 边补脑边冲击 甚至到了最后阶段 他连叙叙都不去了 直接就在房间里解决 就这样 男孩靠着这份爱的信念 拼掉了自己半条命 终于以700分高分 跑入了女神所在的大雪 而当他看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女神 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之时 他觉得过去所有的苦难都止了 可就在 他幻想着和女神来得浪漫的重逢之时 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我有男朋友了 真情 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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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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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